活了30年才知道塑料瓶有这么多妙用 1.用完的洗衣液瓶不要扔 用烧热的钉子在盖子上扎孔 提手扎一个 一个可控制水流的浇花神器就做好了 2.每次洗碗 剩饭剩菜很容易把下水道堵塞 只需在饮料瓶底部烫一些小孔 侧面也烫两个 水槽边贴的挂钩 把制作好的饮料瓶挂上去 再也不用担心下水道会堵塞 3.剪下瓶子的上半部分 把它套在米袋上 拧上袋子就是一个风口气 这样倒米也很方便 4.吹风机尾部套个口罩 再套上半截塑料瓶 打开冷风鸟变小型吸尘器 缝隙里的灰尘都被吸出来 5.菜板这样放总是会发霉 用完的洗洁精瓶子按视频画线部分裁剪 这样一个制物架就做好了 可以立干菜板上的水分 再也不怕菜板发霉了 6.把控油瓶切成4部分 将碗菜一次叠加起来 这样冰箱可以放下更多 防尘防串位 7.洗衣机排水管短了 留的满地都是 在塑料瓶挖个洞 将洗衣机的出水口 穿入塑料瓶洞里 把塑料瓶放入下水道口 这样水就不倒出来了 8.取杯器可以这样做 把杯子套在瓶口 把头部切掉 再将头部剪个刘海 接着把底部割开 钻出一个小孔 挂在饮水机旁边 看看效果吧 关注我 给你分享更多实用妙招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